在 2019 年初選以後 有人說蔡英文變成蔡英文 2.0 我要說賴清德在這幾年 也變成賴清德 2.0 這幾年來 清德擔任副總統 其實他承擔了很多的責任跟任務 賴清德在擔任我的副手後 經過這幾年的歷練 他成為讓國際熟悉 而且信賴的人 我也跟賴清德一起並肩作戰 我們推動建設跟政策 我們現在所做的 還沒有做完的 或者將來要有更多新的要做的 那就由賴清德跟蕭美琦一起來做 我相信他們會做得更好 更多 好不好 賴清德已經成為更有經驗 更穩健的賴清德2.0 他唯一沒有變的就是他的中分頭 010年蕭美琦去花蓮立委補選 一去就十年 現在花蓮人搭的新智強號 每班多四節車廂 這是蕭美琦在當立委的時候 爭取的政績 那最近呢 他從美國回來後 才終於搭到自己爭取的新智強號 2020年 美琴帶著花蓮人的祝福 前往美國擔任我們的駐美代表 在他當駐美代表的任內 完成了15批的台美軍手案 疫情期間 他也為台灣爭取到400萬劑的疫苗 前一陣子我們更是完成了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 首批的協定 連美國的媒體都稱讚他是華府 最具影響力的大使之一 雖然蕭美琦和蕭美琦 一個是狗派 一個是貓派 但是他們都是辣台派 對不對 我們在這裡 是不是有個共識 要讓賴清德跟蕭美琦 繼續帶領台灣走向世界好不好 我常常說民進黨政府加薪減稅增福利 但是我們具體的落實在哪裡呢 現場有沒有年輕的爸爸媽媽請舉手 我忘了定義一下什麼叫年輕 如果你們在台北市租房子住 有一個兩歲以下的小孩 現在政府一個月租屋補貼7千元 一年幫你省下8萬4千元 育兒津貼一個月5千 一年省6萬 如果你不是領育兒津貼 而是把小朋友送到公托 從明年開始一個月補貼7千 一年省8萬4千 送準公托 一個月補貼1萬3千元 一年省下15萬6千元 還有 我們在大台北使用的TPOS 一個月大概可以省2千塊 兩個人可以省4千 一年就是4萬8千 這樣加起來 在台北市有一個 兩歲以下的小朋友的小家庭 政府一年至少幫你省了 19萬2千元 如果你有兩個兩歲以下的小孩 一家四口 政府一年加起來 至少幫你省了27萬6千元 而且 這還不包含減稅跟照顧長輩的長照補貼喔 所以蔡英文不會因為GDP PPP這些數字而自我感覺良好 我知道通膨物價讓大家比較辛苦一些 但是 要快速的調高薪水 有一定的瓶頸 所以我們親全力 用最快的方式來進行符合公平正義的再分配 盡量來減低大家的負擔 他們說蔡英文政府大撒幣 我們是不是有語言上面的溝通問題呢 我先講結論 蔡英文的政府是歷史上最會還債的政府 過去七年多來 我們已經還債了七千九百六十億 明年我們還要再還一千一百五十億 花錢是為了投資未來 我們也嚴守財政機率 沒有債留子孫 我的意思是 二十歲的 三十歲的 四十歲的 還有以上 請放心投票給民進黨 不會債留子孫 跟各位報告 我明年520就畢業了 螢幕上的選項 都是我可能將來要做的事情 我最有可能做的是環島 剛剛聽得也講到 他說我要做火車環島 我想了一下 我很可能是開車 而且是自己開車環島 環島就是要四處去看看 這些年 我們一起為台灣做的改變 也想去看看 做的一半的建設 進度到哪裡 明年我就畢業了 我請問各位 能不能讓我放心的畢業啊 要讓我放心的畢業 就一定要支持二號賴清德 跟小美清好不好 政黨票六號 請支持民主進步黨 讓民進黨國會過半 讓賴清德、蕭美琦 未來執政更有力好不好